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上街頭 衝進立法院抗議 如今藍尾不滿 陳菊被提名 卻放著公權力不用 選擇大動作抹板面 那個感覺就比較像是說 廉價的最後一天 他們跑進了自己的辦公室 你自己的辦公室 你為什麼要打破玻璃衝進來 人事案 臨時會就才 要送到立法院 就是為了要給立法委員 給立委諸公們去審查 結果國民黨的委員 審查都還不審查 然後就先說我不要這個 臨時會提案 辦公室欄委除了坐牢的 傅昆琦全部都簽名了 如今卻還沒開會 先開打 傳出內部早就討論 一個多禮拜 關鍵原因就是罷寒過後 基層不滿 加上江啟臣喊出修改 九二共識 讓藍營支持者大動趕火 想借強硬作為刷存在感 但被基628車輪花 根本正當性不足 但是有一種在演戲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當年警察要來突破的時候 我們是每個人都好像豁出性命一樣 要去守住 他們昨天說不排除 佔領一場三天三夜 馬上自己就放棄得很快 好像跟他們選民交代說 他們有做抗爭了 這樣就可以 監委提名 欄委抗議大鬧立法院 想借此達到政治目的 恐怕離譜行進 也只是讓人不勝唏噓 三天宣傳台北最后報導